我是John Chun Gare Lai You are watching TOYS TV 這次我們算是嘉賓堂 見到我們的熟朋友麥耀拳導 麥道 你好 你好 大家好 雙姐和麥道聊天關於他的作品 即是《熟生》 但原來聊聊就知道麥道不只是熟生 還有很多動畫、卡通片、特殊片 所以趁麥道立即出舉上來 又聊聊我們上次唱了一首歌給你聽 哇 大佬真是 伊斯巴 今天想問問麥道 第一件事就是 上次說第一套看的就是《伊斯巴》 《大王少英傑》 為何特殊片會給你這麼深的印象 以及拿著你的心 拿著這麼多年 我覺得特殊片 因為第一它不同動畫 它是真人的 變成我們會投入一點 覺得我都可以是這樣的 而特殊片滿足大家的 慾望比動畫更加強 動畫始終我們覺得是一個二維、三維的世界 你是需要去消化而再投入 但是特殊片是直接 哇 這樣就變成超人 就變成超人 譬如真人版的卡爾巴 某個程度上我比動畫更喜歡 除了他的审美,他是接近真人 他以真人來做,我便會覺得原來我也可以這樣 特色就是給予這種東西 但動畫就算點漂亮,他也是一個動畫 給我一點資訊,如果大家未有一個連資 可能不知道 這就是漫畫強積莊及帕爾巴的1991年 曾經去過美國,拍了一個真人版 現在我們被譽為一個黑歷史 當時很多人是不喜歡的 現在叫做什麼,混片之王 現在跟活跳師一樣,混片之王 是一個這樣的存在,麥道說喜歡 其實實話實說,我最近公關店又看回 就是910那個,為何麥道立刻看一看 其實先脫脫這個,用回當年去想這件事 其實現在看回當時的加爾巴及實話兵造型 我又不覺得差 其實他已經很想盡地貼近,但沒有辦法 因為始終他的大校化妝和當時的大校指令 還有動畫變成一個真人的時候 他確實有很多地方 當時不可以美化到 現在可以美化 譬如當年香港拍攝,中國超人 是的 你修賢無論多厲害 都是受制於那套皮套 一般就是一般 我還記得是爆胎 我們回到特攝片的歷史 不是說日本、香港 香港播放過的,麥道上次說過 第一套就是太空小英傑 伊斯巴 其實還有哪一套你會很深印象 做過的特攝片 伊斯巴之後就是無面超人 和鹹蛋 因為我們那個年代 電視台就是這樣 小時候一邊看的時候 始終我們看動畫 我們都是說那件事 鐵甲萬文俠 三一萬文俠 我們那個年代 三個神童 很喜歡 但他最低的一個 意為世界在哪裡 譬如宇宙戰艦大和號 其實都 Gundam這些 在Gundam有3D之前 其實 你的裝甲再厲害 超時空要賽 再厲害 他也是一個2D 是的 譬如恐龍戰隊 雖然是個模型 但是你會覺得 可信一點 因為它是接近真實 有一個實體 始終擺在那裡 就是一個實體 就算它怎麼操作 也就是一個實體 所以為什麼以前 喜歡戈斯拉就是這樣 因為戈斯拉 1950年 開始 雖然是脫脫皮套 雖然你看到那些海 一定是假的 那些船一定是假的 但是你會覺得 它接近這個世界 所以特攝片 其實 小時候就會覺得 它很接近我們 就是因為這樣的情況 我就喜歡了這個特攝片 所以尤其是 伊斯巴之後 接著就 鹹彈 接著就 拉打 戰隊 我反而不太喜歡 說說說 你有沒有留意 麥多德哥 Briant這些 出聲不出聲 你想我出聲沒有問題 好像想強行說年紀的分別 這裡 這裡 我沒有看過 好像想這樣 其實最開心的是什麼 我想最重要的是 特攝片和我們那時候的距離比較近 比較近的原因是 你會看到 他是人 我是人 他要變身 我是不是都可以曉得變身 你看動畫 他就沒有這種大的衝動 即是說說特攝片 例如麥多一跳就跳去鹹彈 或者是蒙面超人 那些 其實中間有幾套 當時在香港都很熱的 一套 鐵金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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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主題曲還是 萬養大師 鐵金剛 妖魔鬼怪去反隔實在 是 是 還未改名的張元婉唱 即是叫張德蘭 神雕俠類之後 張德蘭 就是張元婉唱 還有一套 彩虹發生 這個也是經典的 發術是無功的 變幾變會飛天 這東西真是 我記得是石修唱 那套彩虹發生 會不會第一套 一個超人多過變身 如果鹹彈超人是一個變身 可以的 可以的 真的 真的 學實之前 有一個寬化過程 是啊 是啊 我覺得真的很厲害 當年其實 不知道是不是中片破破下斷了 我記得是很可惜 不過 不過 雷電超人先 還是 楚雄發生俠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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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經典 是一個畫時代的設計 一個超人可以變成七個款 金木水火土的造型 真是漂亮 因為他有一個印度瑜伽 印度瑜伽 他整件事是一個很有宗教意味的 背景 你現在看回 當然是一個打拳的人 跟著一個印度修煉的大師去修行 得到七種力量 金木水火土一月 五一月 你這麼好記性的鍾哥 你是不是看過又看過 再回看的 我沒有再回看過 因為找不到那個片源再回看 你記得我 我忘記了劇情 印度人 宗教 他之後還有一個動畫版 動畫版還有一個機械人 就是卡通片 但是那個真的沒有看過 機械人 有一個機械人 但是那個就沒有看過 還有一個獅子院 獅子院 香港有沒有 風力神 江力神 上天冷地 上天冷地 三個 一個小孩 一個女孩子 獅子院 獅子騎 那隻賣到翅膀的 真是獅頭 真是獅頭 白獅子頭 這幾套都是我們小時候 除了有鹹蛋超人 除了有盆面超人以外的選擇 當時有很多 譬如還有一個 這個你分清楚 電子分光人 電子分光人 對著鏡 對著鏡 我剛剛想說 那個是電光科 電子分光人 因為那時候 好像偏向於不是太多人看的 因為那時候是黎的狼狼 Spectacular Man 好像我沒記得 Spectacular Man 尼維拉77 就是那個星球 哇 這個我真的記不到 但是那個真的很老派 但是當時看起來很前衛 另外電光科 對鏡 Mirror Man 這個就是因為它是先有了鹹蛋超人 再出來 這個也是當時曾經 原本是想拍續集的 即是有了圖 第一輯受歡迎 想拍續集的 不過內行 不如都是拍拍鹹蛋超人 對 後來鹹蛋也補回了一個龍騎 在鏡世界裏面 那個是龍騎超人 Mirror Man是東影還是圓谷 圓谷 對 太怕 但之後也有的 譬如在 不要經常說鹹蛋超人 我怕是Keyman不喜歡 這是俗稱 Ultraman Ultraman Zero也曾經拿回Mirror Man 做一個圓形 再建立了一個新的超人 跟著Ultraman Zero去做一個隊伍 四個小隊 一個小隊 四個人 剛才有導演提到一件事 特殊片 其實我覺得是三重享受 除了看故事 看特技之外 我小時候是看模型 我每次都期望 走兩千人 地球防衛軍的機器 不知道是否防衛軍 就會撞 一撞完之後 就會撞出來 我很期望 那個飛機 在紀念頭前 著火 爆炸 我覺得很好看 模型很好看 你有沒有看 當然有 特別講拍攝技巧 現在圓谷 仍堅持用這個實景度 這件事其實是很消錢的 待會我們繼續講 香港我們先看過的特殊片 待會我們會說 麥道你不用知道 就離開 說麥道喜歡的ultraman 說那個特殊片 當時選擇有很多 我們可以看的很多 真的可以叫做百花齊放 當年真的是 當年真的是 是我們的選擇 電視台起碼有三間 有無線 麗的 街市 街市 街市都做過一套叫做百變龍 是 百變龍和結金剛 整個鬼都混亂 是的 結金剛是第一個 是無線的 記著張圓圓 和百變龍 就是街市 阿忠哥小時候 三個台不停在看 轉來轉去轉到壞電視 那些什麼東西 所以電視機就拉起來 拍攝 還沒有遙控 我們還要走路 前期是 令人按 包括鐵甲人 都是黑白的 橫山江輝 當時這一套 真是影響到今時今日 Giant Robo 無敵 他的設計真是 真是很前衛 那個小孩是寧大衛 是寧大衛 麒麟出動 駱人 好記性 我很記得有一集,這是題外話 這些不是題外話,我想大家都喜歡聽 被麥杜挑起一條癮 有一集說鐵甲民被人俘虜了 鐵甲民都可以被人俘虜 那時候已經告訴你有黑客,黑了 那你怎樣可以,林大衛控制鐵甲民是手錶上 他怎樣可以拿回鐵甲民呢? 他就說我將所有平時講開叫鐵甲民做的事 我反過來講就可以了 我忘記了那個是否叫哥羅丁大帝 他拿了鐵甲民,破壞麒麟情報局 他逼林大衛,林大衛就說 不命令破壞麒麟情報局 然後鐵甲民就聽了他講 但是小時候你又會相信 你又會相信他講的,原來你反過來講的東西 就是解決那個黑客的問題 這麼容易的,為什麼現在要付這麼多錢呢? 不用了,被人勒索你不用付那些錢就可以了 講不接受就行了 其實當年小時候看特攝片的樂趣 就是你不會問劇情 你會忠告全部都相信 不會有詢問,不會有疑問的 很過癮的 拿回麥道的影片熟生做一個比喻 你有沒有看到麥道的作品在哪裏? 看到一條網絡嗎? 是看不到的 即使現場是有的,可能是有的 後來都抹了 但當時整條飛機都在那裏 又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的 戰機一直吊著 你看Brian還喜歡看的 撞機 著火 魚絲還在那裏 那一條魚絲頂著它 又可以的 你又相信 看恐龍探險隊 就沒有麻煩 因為全部都在地上轉上來 Low Angle 大家試看 I Level去看一件事情 比如麥道 剛才我們都數了 有叫做百花齊放 很多不同類型的特攝片 為什麼你會忠情在Ultraman和蒙面超人 這兩個當然變成一個系列 其他一些你又會覺得 好像要看Ultraman和蒙面超人更適合 這就是我所說的 第一就是IP 第二就是世界觀 世界觀是很重要的 譬如我們就算拍一部電影 我們現在都說世界觀是什麼 因為我們告訴觀眾 我們在說什麼故事 令到觀眾接受這個世界 才會進去 而其實我由開始看Ultraman的年齡 其實也都在看DC的漫畫 即是那個年代劇 香港是有得賣的 那時候是很薄的 我記得八號字的款 也挺貴的 你是有錢仔 那時候 我哪有看過 我沒有看過 那時候是 在喝茶的時候還要拔媽媽 我要我要我要 或者是剪頭髮那時候去看古漏文 我剪頭髮 我看那些都是老番的蒙面超人 還是鹹蛋超人那些 那時候又沒有貧富 那個媽媽有老番 美曼沒有老番 沒有老番 沒有人看 薯仔文 那時候沒有人看 一定 但是我開始喜歡看 所以我為什麼 我喜歡過世界觀 例如DC 或者是漫威 他的世界觀 如果再說 我們說偏遠一點 例如滅霸 其實如果他在整個體系裡面 他在中間都排不到 其實用我們現在的餘生 如果他繼續這樣拍下去 他拍到萬威的一半都未到 是啊 其實如果說很強的話 現在所有萬威裡面的人 都未去到一半 只有奇異博士能夠排到一半 如果在滅霸的話 這樣就搞定 是一個壞手套 但是最上面的 是完全對五粒石 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完全是對他們沒有影響 他的target是沒有用的 直接一下子 就打爆一個銀河系 所以其實如果要這樣分 我就說 為什麼 就是世界觀問題 其實如果說世界觀的話 鹹蛋和無面超人 他的世界觀 和他的連份 是足以和萬威抗銀 其實現在看到 我們很看到原谷 將鹹蛋之人開始 世界觀完整了 完整了 然後把很多不同的空間 拉在一起 其實他 為什麼我喜歡他 就是因為他一直在變 反而我覺得 鹹蛋還是在賣東西 我可以變很多個 然後再不斷賣東西 你要明白 當BANDAI入侵了某一個製作的時候 那個製作就不是製作 就是廣告雜誌 其實重點 無論鹹蛋 蒙面戰隊都是這個方向 是 剛剛那套 家糊 哇 小朋友真的很喜歡 一定 這個後話 有機會我們再說 哪套 蒙面超人 家糊 最新那套 GAVV 零食物魚 是 朱古力 薯片 蛋糕 厚華 煙花糖 即是割茶之後 沒錯 9月最新那裏 主角是吃黑卡輪子糖變身 我之前聽到一個這樣的傳說 我不知道是真還是假 就是說當時其實 鹹蛋和無面超人 即是他們 衍生品來說 無面超人是贏過鹹蛋的 是 後來呢 鹹蛋想了一招 因為當時他們有個協議 就是 無面超人不可以變大 鹹蛋不可以變小 他們曾經有一個合議 所以當時曾經有一套 是無面超人和鹹蛋一齊去打的 是唯一套 唯一套 後來現在新一代的鹹蛋 他是把那個 超人直接插上去那個 是的 銀河 是的 由銀河去 銀河也好看 但不是 如果像麥道這樣說 原谷很多時候曾經都很輕輕偷雞 是的 但是不可以越界 由銀河開始 他是把一個人插上去 以後 他便變身了 其實 他的玩法就是 好像EBA一樣 我在裡面操控那個人 所以我們以前 譬如見到初代 或者是阿香 那些 超人就是超人 他死了 我只是用了地球的一個共生體 但現在不是的 現在是你見到 打的時候 譬如達利加 那些 你見到 人在裡面 跟特利加 在講 其實他們說的 就是 他們賣多一件事 其實變了他們賣多一件事 變相 所以 由銀河開始 聽說 這些錢的身份 又蓋過門超人 我是聽過一個這樣說 不知道真是假 看一些數據 其實都是 算上戰隊 三個品牌不斷在爭 究竟我賣到多少錢 但是 大家不用爭 三樣都是BANDAI出的 爭你做什麼呢 無論你哪一邊爭贏了 他也是贏家 就是這樣 錢就是萬代 對 你說過次序就是 就是解特色 蒙面 鹹蛋 接著就戰隊 不過戰隊和鹹蛋的距離比較短 因為跟麥杜談了很多 但是我想很快 問到一樣 不是IQ題 是一個歷史題 等一下我不會讓麥杜走 真的 專題說一說 Ultraman 就是 香港拍過多少套特色片 香港嗎 哇 我真的不太 我只是記得 中國超人 因為那時候我真的進戲院看 中國超人 你修研的時候 都未做那些檢查系列 就是中國超人 我看過 真的在戲院看 我小時候很開心 那時候見到 雖然現在想起造型 但那時候就會覺得 很容易 用了中國兩個字 第一 第二就是一部屬於我們自己 自己的超人 很有親切感 可惜它不可以成為一個系列 其實我覺得 哪怕現在 就算拿回來 用現在的技術 我覺得我們是可以做到的 是的 我覺得不一定要 一說特色就一定是日本 其實大陸有的 有他們自己的特色 很好 還有現在那些貨物買得很好 所以我覺得 為什麼我們不做呢 是不是 這個又是 譬如 我經常在想 如果 用 亞洲面孔去拍Marvel 或者DC的片 可以 其實 嘗試算不算 不是很接受 就是我們自己的看法 不是很接受 我們不要說特色 用回我們去拍一些科幻片 總是覺得差一點 是觀眾本身好像不太接受 我們去做的 其實硬料都在了 無論是 你看麥道的作品 去看淑珊的特效 那些CG 都在了 就是特色 就是 但是日本人就可以做這件事 美國人也可以 美國人也可以 美國人也是特色 文化背景 我一直在說 我們可以接受 這個擎天署 站在白宮 是吧 我們不可以接受 大黃蜂站在天安門 是不是 你會覺得 很奇怪 好像黏不住 又解釋不到 但是有 就是格格不入 很奇怪 所以下個project 就應該是 剛才麥道你透露了一些 可能要大家再去想 我們其實可以有很多可能性 譬如閒談都跟麥道說 譬如某一類型的系列 不是系列 某一類型的電影拍開 一窩蜂就是拍過一個類型 其實 除了那個類型之外 其實有萬千這麼多類型 為什麼我們不洩裂一下 其實譬如 我們自己 香港人也可以拍特色的 或者科幻的 我們也可以拍的 所以 又是回去 歷史下來告訴我們 我們真的不接受 有沒有聽過《銀光二千》 我有 我真的聽過 但我未看過 考起來 我印象中只有中國超人 還是李修賢 還未做警察系列的時候 是 《銀光二千》 那時候在哪裏播 《歡樂今宵》 他給我一個很大的啟示 先說一個故事 主角是張五郎 演員 他變身前 也有變身 變身前是一個遊站的遊園 跟他們一樣戴眼鏡 傻傻傻傻 一變身之後就是《銀光二千》 為什麼《銀光二千》 因為有衣服銀色 就是《銀光二千》 張五郎是演員的名字 還是劇集的名字 他沒有打明星 70年代是沒有打明星 很大隻 原本他沒有說拍多少 但肯定是拍52集 一連番 為什麼呢 因為他敵對那個壞人的團體 他就拿著一塊啤牌 他每一次都扔一張出來 就是一隻壞人 打完整個拳 打完後就不懷疑了 還不錯 還不錯 對 但殊不知 他出了13張 13張之後就衣服斬了 幸好不是麻將 如果麻將一百四十四 四十四 就是腰斬了 所以看到沒有尾 那個啟示就是 原來可能香港的觀眾 真的不太接受香港演員 做一些科幻系列的事情 所以當時覺得 我們好像真的要看回 例如美國、日本 他們去做這些科幻系列 就會接受一些 香港人總是覺得好像格格不入 就算去到現在也是 例如之前香港也拍了一些科幻系列 總是覺得好像 是不是這樣 自己會退後一步去看 我接受的是 大家知道哪一套 劇情比較古怪 和對白總是撕不掉那種廣味 我覺得這個未必是一個優點 你說最近一套電影嗎 是 反而能遠一點 其實香港也有一些 喜歡特攝的團體 自己去拍一些 地區的給人看 叫做夢戰士場 那個團隊 守夢者 守夢者 都有心 但是隨此之外 真的沒有 我覺得都是一步一步 其實剛才你提到明日戰記 其實我都會把大家帶走前一步 即是可以接受到 可以中國人連同亞洲 中國香港的明星 穿著一套東西 走出來 都我覺得OK 現在好了 不過我就說 不太接受 是否這樣說話好像說不通 例如流浪地球 為何是一套火焰片 流浪地球 有很多國內的議員去做 而票房魚很厲害 拍了兩集 接下來第三集都會來 流浪地球是OK的 我覺得不妨嘗試一下 接受我們自己人去做 其實都是一種不同的體會 即是有的 即是可能未接受到 突然間某某某人 就說中國 變成一個無辨超人 不止什麼 反而是 我想收窄一點點 其實是我最想見到的 當然波幻片是絕對沒問題 我喜歡 特攝片 真是一些超人類 即是夠僵香港去拍這些 我真的覺得 但是歷史下來 我們沒有什麼緣分 麥道應該知道 鄭伊健也拍了 那個泰國 沒有了 沒有了 出不了界 沒有出過 沒有出過 我自己覺得 有一個問題 我們一直是忽視了 就是其實 包括你看一下 原曲 或者是 《霧面超人》 他們要找的主角 不是在現有的演員裏找的 他們是完全是另一批人 是新人 反而是 譬如如 《霧面超人》 譬如佐藤健 《電王》 他紅了之後 其實很多人不知道 他從《電王》出來 但是 紅了之後 他現在變成一線的藍衣 這樣走 我可以 《霧面超人》 但 《霧面超人》 《霧面超人》 好看 日後再說 《霧面超人》 好看 我覺得 不是用一個 當紅的演員 譬如 找伊健去演一個 變成觀眾 代入不了 我覺得他們很成功 每次都可以找新人出來 而現在包括《霧面超人》 包括《霧面超人》 他們都會捧紅 我覺得這樣 反而是 我們忽視了 譬如 《霧面超人》 我也知道是《霧面超人》 是不是 突然間找一個全新的人 我覺得 是不是真的 我們可以這樣走一條路 我期待 期待 看看你什麼時候會搞一個 真的找新人 但是 我買 我還要自戰一下 通常他們的主角就是新人 隔壁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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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改造他 而且他們是蛇串的 我申請做個人 今天這次談了很多 不過跟上次一樣 上次唱的一首伊斯巴給你聽 今次你沒聽過《銀光以千》 我沒聽過 我沒聽過 譚炳文唱的 嘩 是舊機警 人之勇欺力強敬 誓殺奸匪 要奸匪 沒有一個正 嘩 厲害 其實幾歲已經有TVB 那些東西都很熟 特色我都算數一數二 這一套我真的沒看過 因為 《歡樂今宵》裏面播 我現在在想怎樣看不到 因為 我爸爸是不讓他去看《歡樂今宵》 那個時間 做這個就要 乖的小朋友 下次大家想起歡樂今宵 除了晚安歌 還有這一首 謝謝麥導師 我們下次再談談其他特色 好 稍後見 喜歡特色的你不要走開 我現在在做什麼呢 You are watching Toys TV 這句就是以前看別人說的 到現在自己可以說 由以前觀眾的身份 變到現在是可以一起聊 變成其中一個主持 最大的得罪是什麼 開心 所以希望 我的經歷 就等於你將來可以接觸到的東西 大家一起可以 一天都有 Toys TV 大家一起感受 玩玩具的樂趣 吃一下 吃一下 好 吃一瓶 吃 吃 吃